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早点我都说过 说达洛仔究竟他为什么会不受重用呢 以及刚刚那场所谓的友谊赛 他踢成怎样呢 首先说转会消息 这位转会专家昨晚出了一个post 根据他的资讯 西维尔已经谈谈Sbooting的习位球员Marcos Acuna 所以维基朗回到西维尔外借的机会差不多等于零 亦都说维基朗很想加盟曼联的 现在这个转会 但问题是曼联是否愿意给3000万欧罗或者2000多万磅的转会费 所以就是这宗转会的关键 因为之前也说过黄马基本上是用不了他 所以即管看看究竟是否真的转会了 另外也有两个 关于我们昨天有两位黄马巴赛的集委 年轻球员来了 曼联亦也希望他们融入球队里面 其中一件事就是给一些很重点的英文堂 让他们希望学好英文 这件事我们大部分奖学金尼的球员全部都给他们 所以语言沟通其实是很重要的 除此之外 由于我们现在在U队都有两位西班牙球员 包括我都相当喜欢的Anell Pidmo 现在上了U23踢了 原本是踢右中场 我现在看到他有时踢中场中 另外还有Mathieu Major 这两位都是西班牙球员 所以也找了他们和他们聊聊 当然现在因为社交距离的问题 不可以面对面见面 但也找了他们和他们一起Facetime 确保他们两位Girardo和Fernandez 左右两位新的集委球员 可以适应到英格兰的生活 或者英国的生活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可以 可以令到他们尽快适应 好 整个过场之后就讲Daro仔 好 那就讲一下Daro仔 Daro仔刚刚那场球 正正踢出来的感觉就是 之前The Athletic 刚刚在这场球之前出了一个报导 就是说他们得到曼联一些消息人士的说法 终于解开Daro仔一直都不受重用的情况 首先Daro仔初来曼联的时候是非常重点的 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他受了伤 我们都要买他回来 当时的领队摩连奥高度评价 他就说虽然我不想把球员和球员比较 但是他就跟加利利维尼差不多时间 上到一队 所以他就觉得虽然他未必可以 加利利维尼这样代表曼联 但他就说当时他觉得Daro仔的财能和潜能是非常强的 但是来了两年多之后 都是有些事与愿违 尤其是当苏诗一查领队之后 他更加踢的机会就是少之有少的 刚刚这一场友谊赛我们看到 他真的站在右门的位置很少上来助攻 整场球我记得在右边全球 试过一至两球左右 所以很少参与进攻 在乘位的球员方面 他的位置也不太好 但是最惨的 他比起其他我们曼联的乘位球员 大家的位置也不太好 但是他就欠缺了速度 刚刚我在柏达北角说 第二球 就是维拉上半场的第二个机会 正正就是Daro仔完全失位 他失了位之余 就不够速度跟回赛格尼署 所以让赛格尼署出了球 所以这件事就真的令到他 就可能在技术上高真的不太足够 再加上 现在我们要求乘位球员 除了防守也要进攻之余 亦都要做一些逼抢 消息来源跟Asthetic说 Baro仔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能够听从指示 因为他在 无论是拦截的准成度 以及去逼抢的能力方面 亦都觉得他做得不足够 或者不够好 这两件事我想大家都明白 对于一个现今的乘位球员来说 拦截什么时候 就算不是现在也好 就算是加利利维尼特 拦截的年代 拦截什么时候也很重要 迫抢就是现在现今足球的乘位球员必然要做的事 或者每一个球员都要做的 的确你看到 他很多时候都在球场 不是冲行得很劲 经常都有少少慢步的情况 所以 因为这么多不同的原因 Baro仔很难争取到正选位置 尤其是他现在竞争对手是云比萨卡 还有一个消息来源说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Baro仔拿不到正选位置的时候 他有时都叫做A bit miserable 就是说有时他的表现出来 都是比较难看的 就是可能他是很有希望 对自己很有期待 但是当他争取不到正选位置的时候 他那个失望的程度 或者他那个被对待得不好的表现 就非常之做得大 所以令到别人觉得 哇你做什么东西 不用这样吧 所以我都真的很难说 根据这个The Athletic的报道 真的令到大家觉得Baro仔 都是没什么办法的 另外Baro仔很喜欢开IG Live 我也看过一两次 他曾经在最近的IG Live说过 他其实很喜欢踢右杂这个位置 他也觉得自己最适合和最舒服的 就是踢这个位置 他也希望他自己的足球生涯 可以在这个位置继续发展 是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友杂 但是老实说 Baro仔 不太好听都要说 现在的习位球员和 不知是否你想象中的习位球员 真的有点不同 因为现在的习位球员 就算说真的 我和加利利维尼比较 加利利维尼都有参与进攻 可能就未必是冲下底线 可能就是冲到三集线 或者再下一点 迎接一些迫咸回传给他 然后他斩球好球出来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加利利维尼 不要说他的速度 但是他斩球真的有一手 虽然当然跟他比较的 是逼狭可能就觉得 他没有逼狭那么厉害 但是他本身真的斩得不错 但是Baro仔 的确在斩球方面 在现在的习位 我们的习位球员来说 算是好一点点 但是工价上 也未必是去到最顶级 再加上我们又没有一个 正正的九个位接应 两样东西都是相辅相成 但是在防守方面 没有一个速度去补救他的位置 我觉得是他的指名商 再加上如果态度有问题 我想我们不用多说 蘇斯特特一定是 说真的 不会怎样重用他 暂时来说 其实他也不是没有出路 因为 无论是PSG 或者是爱华顿 都对他有兴趣 那爱华顿对他有兴趣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啟昌如果看到这条片 可能你留言 为什么爱华顿对他有兴趣 但是据我所知 是没有球会落必的 暂时是没有球会 想找Darl仔转会 官方来说 但是为什么PSG想找他 我又想到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PSG可能不要求 甚至希望集位球员 安于怀 踢回你集位的位置 就可以了 还有可能法隔方面 速度不太快 Darl仔转的速度不够快的弱点 也有机会掩盖到 所以 其实PSG对他有兴趣 我就不会觉得太奇怪 不过爱华顿怎么用他 就真的要问问啟昌 或者问安查罗提线 今天这次节目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